在中医看来 寒对于人体的入侵 往往可以带来许多的疾病 那么我们该怎样预测寒的来临 从而避免受到侵害呢 敬请关注宅双庆解读皇帝内经 第二部 第十三集 寒从何处来 在中医看来 寒的强弱究竟和地狱有没有联系呢 越到北方可能是越寒了 在皇帝内经看来 寒侵袭能力的强弱 与我们所处的地势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其地高邻居 风寒冰裂 对于寒的到来 人体自身有没有什么反应 可以提示我们呢 说的呀 有些人说在这个天气 还好好的情况下 他就感觉什么呢 说明天要变天 可能气温要降低 为什么呢 他说他这个腿疼病啊 要犯了 对于寒的入侵 什么样的人 更应该着重注意预测和防护呢 有两种体质 要引起我们注意 因为这两种体质的人呢 我们讲就容易得这种什么呀 寒的病症 这两种体质是什么 体质呢 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气虚质 它为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阳虚质 时常侵犯我们人体的寒 往往令人防不胜防 那么在自然界中 究竟有哪些因素 是对寒有着影响的呢 我们又可不可以从这些影响中 洞悉出寒从时间 地点等方面的规律 从而去预测寒的来临 做好防护的准备 避免寒的侵袭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 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 《黄帝内经》第二部 第十三集 寒从何处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几次呢 我们谈了寒的性格 特点 也谈了寒正的一些的表现 那么这些寒正 容易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什么样人群当中发生呢 也就是说寒正的预测 今天呢 我们主要就谈谈这个话题 有一年呀 盛夏世界 天气特别严热 我们一起呢 到这个泰山去玩去了 傍晚的时候呢 到了泰山的底下 那么呢 当时都是短袖衫 短裤这样的打扮 开始爬了一个泰山 爬到了后半夜了 基本上是在一点左右 终于到达了南天明 登这个玉皇顶 那么呢 等待着干嘛呢 等待着要看日出 这个山顶上呀 就好多地儿啊 在租这种棉大衣 爬到山上以后 我们就感觉到非常冷了 这个短袖衫和那短裤啊 就都不行了 不得不租一个棉大衣 早晨等待着看日出 你看啊 这个山下的温度 跟山上的温度 差别已经是很大了 那么你说这么冷的地方 是不是就容易受寒血侵犯了吗 这恐怕就容易了 有人说 你这个时候是凌晨时分 那么凌晨本来就是比不是凌晨的这个时候 温度要低 那说到这儿 我又想起来了 在2015年 我们去这个西林哥勒 这真是像一幅国画 但是 这是大白天的啊 日照冲突 但是 特别的冷 不得不租一个羽绒服裹着 去在那里游玩 这也是夏天 那么这就是白天了 有太阳照着 可是还是那么冷 那么在这些地方 恐怕寒血就比较瘦 人也容易受寒 也容易造成人的阳气不足 阳气虚弱 由此产生寒冰症 那么说到这个方位 北方 我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些纬度 那个纬度是个什么概念呢 纬度啊 实际上就是地球表面的某个点 随着地球的自转 而形成的这种轨迹 那么人们呢 把这个赤道 到我们的南极北极 给划分了一个维度 划分一个维度 其中呢 这个赤道 这是零度 那么南极北极呢 就是90度 那你看啊 我们在地球仪上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南北回归线 这个回归线是什么意思呀 回归线实际上就是 太阳可以直射地球的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啊 它不是直着在运转的 它是斜的是有一定角度 正是因为有这个角度 所以太阳直射的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个区域 那么北回归线 也就是太阳在下至的时候 直射的这个地方 就是北回归线 这么一个地方 下至以后呢 这个太阳 从这个直射的这个地方呢 开始逐渐的南移 南移到哪儿呢 最终南移到南回归线 南回归线就是冬至的地方 冬至的时候 太阳直射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南北回归线 基本上度数呢 都在是23度26左右 那么你看啊 人们就把这个南北回归线之间 这就称为一个什么呢 称为一个热带 而北回归线和北极圈 这之间呢 就称为一个北温带 南回归线到南极圈 这就称为一个南温一带 我们国家呢 主要的大部分土地 都集中在哪儿呢 集中在北温带这么一个区域 当然了 北回归线通过咱们国家 也通过咱们国家 像咱们的台湾 像咱们的广东 还有我们的云南昆明等地 这是北回归线通过的 这么一个地段 那么北回归线到北极圈 这一大段 中国主要是在这里头 所以你就想啊 在我们中国是越向北方 离我们北回归线就越远 太阳能直射吗 越来越不能直射 所以怎么样 气候呢 是越来越寒冷 就是越到北方 可能是越寒冷 所以大家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说北方人呀 在冬季的时候啊 天气特别冷 到南方 到海南去玩去 穿着大羽绒服上了飞机 结果一降落到海南那儿 就得怎么样呢 把羽绒服找个卫生间呀 就得把羽绒服全都给脱了 变成单一单挂 这是同一个时间段 由于维度不一样 北方南方不一样 所以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说说这个高山 也就是海拔 海拔是什么概念 海拔就是你这个地势啊 高出海平面的这个高度 这是海拔 海拔越高 度数越高 怎么样呢 空气就越冷 有人也做过一种调查 认为呀 说是每升一千米 温度底下降至少六度 我说的是至少啊 至少有六度 说为什么海拔越高 空气越冷呢 主要原因呢 有人认为呀 这是什么呀 空气稀薄 哎 云层稀薄 那么空气云层当中存在的那些什么东西呢 水呀 氧化碳呀 它就少 因为那些东西它可以吸热 吸热以后可以反射到什么呀 地球上 哎 它吸热吸得少 所以造成地球上 地面上温度也低 另外海拔越高 风力越越大 我们恐怕都过这体验 一刮风 温度可能就会降低 这是一种什么呢 风的 这种风寒效应 也就是说 风越大 温度可能就怎么样 越低 所以海拔越高的地方啊 怎么样呢 哎 空气 这种气候就越寒了 正因为此 所以内经当中也提出 叫做天步步西北 西北方阴野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西北方地势高 海拔高 很多都是高原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属于什么呀 属于阴气候 就以寒冷为主 而且内经也有这样的话 北方者天地所必藏之欲 这种北方是天地所必藏之欲 所以那个地方 其怎么样 其地高邻居 风寒冰裂 所以其民怎么样呢 乐野畜而多乳食 容易产生脏寒 里边就冷啊 里边就冷 所以这个地方 中医讲 许多制法 是从不同的地方产生的 其中呢 有一种制法 就从北方产生 这是什么制法呀 就是酒弱 来自北方 酒 就是我们所说的爱酒 你看那个用爱叶爱荣 制虫的爱酒 一点火 点完了以后 酒我们人体的很多部位 有一个什么作用啊 有一个温经通落的作用 弱 弱就是燃烧的意思 也就说用燃烧的这种酒爱酒 来去温洋 来去通落 这种方法产生于北方 为什么产生于北方啊 那就是因为北方气候比较寒冷 人的洋气有些不足所造成的 那么从这儿呢 我们可能也就知道了这么一个问题 哎 海拔高的地方 北方 那么容易寒血侵犯人体 毛泽东主席也有过诗嘛 北国风光嘛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嘛 这也是说北方一片寒冷的 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除了我刚才说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地方 容易产生寒的病症 那么什么时间容易产生寒冷的病症呢 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都有这些经验 尤其是四季分明的这些地狱 春夏秋冬比较明显的这些地狱 说冬季一来临 气候恐怕就寒冷 也就是说农历的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这三个月怎么样呢 说的大雪也来了 天气呢也寒冷了 这个时候呢 水也结冰了 有的地方严重的怎么样呢 大地恨不得要冻裂了 这个时候人大多的是不太多活动了 所以你看那个动物该冬眠的 它也冬眠了 树木呢怎么样呢 树叶也都脱落了 那么这是属于寒气比较旺盛的 这么一个季节 当然对于这个季节 冬季 我们人们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恐怕有的也做好准备了 说冬季一快来临了 我们该穿棉衣的穿棉衣 该取暖的取暖 暖气可能也就烧着了 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是避寒血 所以内经当中也提出来了 君子避寒嘛 它采取一种什么措施呢 它叫周密 采取这个周密 也就是说很少出去活动 来达到一个无扰呼扬 来避寒血寝气 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除此之外 说什么时节可能寒气呢 不是正常规律 它还要再太过一些 冷得比更加严重一点 这个能不能预测呢 在内经当中呢 实际上也有这样的预测方法 这也就是所说的 五运六气 这样的方法来进行预测 比如吧 像2016年 这是什么年 这是秉申年 这一年大家都知道了 许多省市都发大水 暴雨比较少 有的地方呢 怎么样呢 房子也被淹了 有的是那个汽车呢 也泡了一个水里了 有的挺好的小区 四周全是什么呀 全都是水 水围着这个小区 甚至还有一些 把我们的农田给炮坏了 有的还造成了人员的这些伤亡 也就是水比较大 丙年为什么水大呢 气候为什么可能要寒冷呢 这就是原因是什么呀 丙在石干当中 我们数什么呢 丙是属于水 所以丙年属于什么呀 属于水运太过之年 因此水可能大 寒血可能比较少 当然 我刚才所说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预测 包括我们说四季 一到春天 秋天 夏天 它自然而来的就来了 这是固定的一个规律 这是所谓的主 还有一种什么呀 是客 客是什么呀 它如同客人一样 怎么样呢 就来了 这个的变化的规律 一个固定规律 一个变化规律 把它们相互结合起来 来进行分析 才能真正的去预测 我们每一年 每个季度 它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情况 在中医看来 不仅不同地域 地势的人 需要采取不同程度的方式 来应对寒的来临 更有一些疾病的患者 在寒来临时 需要更加的注意 避免寒加重自身的疾病 那么哪些疾病 是容易遇寒加重的呢 我们又该怎样避免呢 那么我们讲 对于这些 气候是不是变化 对人能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有些人呀 对他是很敏感的 气候一有变化 气候稍微偏凉一点 他就能有感觉 这样的人 在临床上 还是很多可以见到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有这一个现象 很多人也有这儿的体会 说的呀 有些人 说在这个天气 还好好的情况下 他就感觉什么呢 说明天要变天 可能气温要降低 为什么呢 他说他这个腿疼病啊 也要犯了 果不其然呢 第二天呢 还真的是降温了 也或者是变得这个阴冷 或者寒冷 那我们在现在的研究当中啊 有研究在提到 说在探讨啊 这个天气的变化 对人体的这种疾病 有影响 什么样的疾病影响 受影响受到最大呢 就是这种肋风湿 关节炎 这是由于啊 关节本身的一些特殊性 所决定的 有人呢 做过实验 说在常温的时候啊 测我们人体的各个部位的 这个体温 其中哪儿的体温最低呢 就是我们关节 尤其是以膝关节为主 而且呢 当这个患者呀 说他如果说是暴露于 这个寒冷的环境 二十分钟以上 你再测这个体温 说这个膝关节的这个体温呀 降的温度 下降的温度 是最多 最厉害 而且把这个患者呀 再让他回到 这个试验的这个 之前的这个温度 可能膝关节的这个体温呀 没有回复过来 反而还在继续下降 提示我们一个什么呀 提示我们一个膝关节 人体的关节 对气候的这种敏感性 特别的敏感 而且呢 他这个体温呢 是怎么样 温度啊 恢复起来 是比较困难 下降的比较多 因此这种关节炎的病人 对气候是非常敏感的 当天气寒冷以后 他的这个变化 也是最加严重的 另外还一部分人 就是像我们所说的 这种心梗的病人 心脏不太好 这样的病人 因为天气一变冷以后啊 造成我们的周围血管 怎么样呢 收缩 聚乱 这样呢 血液运行起来就怎么样 不是特别顺畅 造成我们的血压就偏高 而且呢 由于呢 说的这个冬天呀 天气也比较的寒冷 比较干燥 也造成了我们血液的这种浓度 也增加 所以心脏呢 血压增高 血粘度增加 造成心脏的澳氧量就增大 所以心脏负担就怎么样 就加重 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 由于寒血就伤我们的什么呀 氧气 一方面耗伤我们的心阳 另一方面 使得我们心脏推动这个气血的 这个这个力量啊 怎么样呢 它就得加大 因为它如果不加大的话 那个气血可能怎么样 凝制住了 哎 这就造成心脏的氧气 这个耗氧会更加增多 也造成气血的凝制 这样呢 心梗的病人在秋冬之际 发病就偏多一点 也有人做过徒步统计 说有一半的这种心血管的病人 在冬天怎么样 症状会加重 会发作 有的甚至还产生一些危险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部分人 咳喘 哮喘 这种病人 这种病人在秋冬的时候啊 也容易加重 内经当中有这样一个语言 叫做什么呀 行寒 寒饮 则伤 肺 也就是说 人体这个肺脏 肺是主气的呀 私呼吸的呀 它怎么容易受伤呢 它是外表受到寒血侵犯 或者说是什么呢 吃这种寒饮食 这种寒饮食呢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侵犯到我们肺脏 造成肺的宣降失常 产生的症状是什么呀 这人咳嗽 气喘 产生 或者是加重 有人看到这么一个现象 说你看这冬天一来临呢 我们这些医院当中啊 尤其是儿科 病人一下哗啦啦就上来了 现在你看一下 这些儿科的病人在冬天 什么病人多呀 我跟大家说 很多都是咳喘的病人 小孩咳嗽的病人 就上来了 就居多了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 心寒 寒饮 则伤 肺 因此我们讲 说我们预测什么时间 气候可能比较寒冷了 这个是对这些病人 还是很有用处的 另外呢 我也劝 这样的病人呢 你也少到北方去 你也少到海拔的地方去 以免这些邪气 伤我们的人体 伤害我们的洋气 在中医看来 在人群之中 有一类人 也是极易受到寒的威胁 所以他们更需要 时常预测寒的来临 知晓 寒的规律 那么这一类人 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 他们又为何需要 如此关注寒的动向呢 请继续收看 《黄帝内经》第二部 第十三集 韩同何处来 说什么样的人 容易患这种 寒症的这种病症呢 我所说的 这什么样的人呢 实际上指的 并不是那种病人 因为在我们人群当中啊 实际上分为这么三类人 一类人呢 是健康的人 WHO也做过这种判断 说的这个 什么叫健康的人呢 健康的人呀 就是指没有疾病和虚弱 而且呢 身体呀 心理呀 和社会适应能力呀 完好的状态 这叫做什么呢 健康之人 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 叫行神相聚 这样的人是健康之人 那么第二类人呢 就是有疾病的人 疾病的人那就是得病了 得病人就要到医院 要去看大夫去进行治疗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介于这种健康和疾病之间 你说他有病吧 他也不用去到医院去看 如果到医院去看呢 你通过那些物理检查呀 生化检查呀 也判断不了他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说如果是他没病吧 他也感觉到这儿好不舒服 那儿好不舒服 他有一些表现 这个呢 我们现在称为是什么呀 亚健康状态 实际上这一类的人呀 是比较多的 有人统计呀 说中国有多事这样的人呀 有七个亿这样的人 你说这数字大不大 有人说尤其是像这种 什么知识分子呀 企业管理者呀 这样的人群当中 亚健康超过了多少 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那么在这类人群当中 我们怎么去进一步挂分 对这些人群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用了几种体制 其中呢有两种体制 要引起我们注意 因为这两种体制的人呢 我们讲就容易得这种什么呀 寒的病症 这两种体制是什么体重呢 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气虚质 它为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阳虚质 气虚质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气虚质首先我说形态上的表现 这样的人呢肌肉不健壮 也就是肌肉不是那么磁式 那么常见的表现有什么呢 容易呼吸短促 气好像自我感觉气不太够用 而且呢喜欢安静 不愿意多跟人说话 说话的时候呢 声音也比较的低弱 而且这样的人呢 容易感冒 常常呢出一些虚汗 有人也称为叫自汗嘛 动一动身体就一身汗 常常感觉到疲乏无力 劲儿老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大 那么从心理特征来讲呢 气虚质这样的人呢 性格比较内向 情绪呢不是很稳定 尤其呢比较胆小 喜欢呢安静 不喜欢冒险 那么阳虚质 也就是说阳虚体质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这个形态特征啊 跟气虚质啊差不离 也是肌肉不健壮 肌肉比较松 不是那么磁式 肌肉不是特别丰满 那么日常的表现呢 我们说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手和脚啊 老感觉到比较的凉 不是那么暖和 有人一说呀 说我拿那个热水呀 我烫那个脚 烫完这脚 好像也不是特别管用 这样的人 而且呢胃晚不 有时候总是感觉到呢 怕冷 他穿的这个衣服啊 比平常的人穿的都多一些 一到冬天了 他就厚厚的棉衣 提早的就上来了 而且呢 一到冬天就不是特别好受 夏天过得还比较好 冬天就不太好了 但是夏天呢 又有点受不了空调 不太愿意在空调房子里待着 这样的人呢 比较喜欢安静 一吃喝这种凉的东西呀 身体感觉到就不是很舒服 而且大便容易偏稀 小便呢 颜色比较清 量也是比较多 这样人的性格 很多也都是 哎 喜欢沉静 喜欢 内向 不愿意 多跟人交流 尤其是不太喜欢那种 热闹的这种 环境 那么这两类人 就容易 你刚才这两类人 都是病人吗 他不见得是病人 这样的人说 完全要到医院去看大夫 要求治疗治疗吗 可能他不去 这样的人 他就比较容易患得 我们所说的这种寒症 或者是真正的 阳气虚了的这种病症 我刚才说啊 什么样的人容易去得 这样的人 就容易得这样的病症 在中医看来 气虚和阳虚体质的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亚健康的人群 更加容易遭受寒的入侵 而且这两类人 往往在身上表现的并不明显 容易忽略对于寒的预测和预防 从而寒入体内 产生多种的疾病 那么对于这两种人群 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 令他们远离寒的侵犯呢 又该做些什么 来养护自身 保障自身的健康呢 那么既然这样的人容易患这样的疾病 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养护养护呢 我就单对这两类人来说 那么所谓这种气虚质的人 这样体质的人呀 他呢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 让他吃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讲啊 从饮食调养上来讲 说对于这个气虚体质的人呀 他们就应该多吃一些 补义我们脾胃之气的这种食物 像这种黄豆啊 白匾豆啊 像什么泥丘啦 大枣啊 桂圆呀 香菇啊 这一类的 应该多吃一些 少吃一些好气的那些东西 有人说什么是好气呀 你像我们说冰榔了 什么这种生萝卜了 什么这种这个空心菜了 你恐怕是要少吃一点 得好 而在生活上呢 也要注意了 对于这种气虚体质的人 哎 你就应该保持这种充足的睡眠 注意保暖 避免那些剧烈的刺激 也避免多出汗 少出一些汗嘛 在运动上 也是应该做些柔缓的运动 不要做那种剧烈的运动 像我说啊 你应该可以散散步 打打太极拳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情质方面 也是要注意 多跟人去沟通 交流 应该是以积极进取的 这么一个态度 去应对生活 有人提到药物 这些人应该吃些什么药物啊 我觉得像一些 玉瓶风散 加减就可以了 像吃一些这种黄芪啊 白竹啊 这个防风啊 再加上一些什么 姜啊 枣啊 这类的药物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一些羊虚脂的体质 这样的人呢 在食品上 我们就要建议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多吃一些牛肉啊 羊肉啊 什么韭菜啊 生姜啊 甚至包括一些辣椒 葱 姜 蒜 其实都可以吃一些 有补疫的作用 也有补羊的作用 那么少吃一些 像什么黄瓜呀 柿子呀 冬瓜呀 西瓜呀 这一些食品 梨呀 这些还是少吃一点 那么在生活上呢 也是要注意 一方面是保持睡眠充足 另一方面呢 也要保暖 也要避免这种空调的使用 那么在运动上 也是做一些舒缓的动作 可以经常按摩一些 汽海 官员 足三里 泳泉 也可以 洗洗桑纳 泡泡温泉 实际上是阳虚 这样体质的人 可以运用 那么在情质上 也是应该多跟其他人 沟通 交流 平时呢 我们也建议呢 可以多听一些 比较激昂的 比较亢奋的 这进取的 这豪迈的 这样的音乐 歌曲 这都是比较不错的 有人说提到药物 建议点什么呢 我们说像这种 市面上的金龟盛气一丸 食不食的 可以吃一点 这是对于阳虚体质的人 我们说啊 这不同体质的人 可以产生不同的症状 这在内经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理论呀 这是有的 内经弊论当中啊 实际上就谈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 避症是什么呀 是风寒失三种邪气 侵犯人体 侵犯人体以后啊 可以产生不同的症状 有的人可能产生比较寒 有的人可能产生什么呀 又疼又热 我们称作叫避热 所以在内经当中 他就这么称 他叫做什么呀 其寒者阳气少 阴气多 与病相亦 不寒也 也说他怎么产生 这些寒的症状呢 他这人呢 本身就是阳气偏弱一点 阴偏盛一点 再加上外边的风寒失起来 这样人体的阴盛 阳虚就和外界的风寒失 结合起来了 所以这人就偏寒 而偏热的那点 产生比热的呢 他就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呀 其热者阳气多 阴气少 病气盛 阳遭阴故为 比热 产生比热的这人是什么人呀 这人是阳气偏盛的 而阴气偏少的 这样的人 到风寒失起怎么样呢 进入到人体以后 人体阳气偏盛 怎么样 打败了这种阴 所以这人产生的症状呢 偏于阳盛的症状 这也说 病随着我们体质 而产生了一些表现 因此我在这里说 像气虚体质的人 阳虚体质的人 就容易患得 容易得那种什么呀 寒的病症 阳气虚的病症 因此这一部分人 我们也是要建议 加强一下自己的养护 避免自己的阳气受伤 避免寒邪 侵犯我们人体 至于说 其他的人群 我们一般的人群 怎么来预防 防护这种寒邪 侵犯人体 预防我们阳气 虚弱呢 这个问题 我们下次再说 好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